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与神同行 罪与罚 男主阿贤是一个消防员 在一次火灾救援行动中 他冲进火场救出了一个小姑娘 结果自己却不幸牺牲 当他的再次清醒时 身边出现了三个自称灵魂使者的人 看来阿贤是已经死了 在未来的49天里 三位灵魂使者将引领阿贤通过地狱的七道审判 之后阿贤就可以投胎转世重新为人了 阿贤要经历的第一关就是杀人地狱 活着的时候阿贤为人老实巴交 出任务也是拼尽全力 可在第一关 法官却审判了他故意杀人罪 原来在阿贤死之前 旁边有一位同事野神献火场 只不过阿贤没来得及去救援 此时灵魂使者出面为阿贤辩护 表明他当时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 以至于没有顾及到同事 毕竟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一点成功的说服了法官 没有在这一点上继续为难阿贤 第二关是懒惰地狱 勤肯的阿贤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休息时间 按理来说这关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可是法官却认为 阿贤努力工作只是为了钱 并没有太多要救苦救难的想法 太重视利益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罢法官就把阿贤放在了一个大墨盘上 墨盘上有三个轮轴在不停的转动 上面的人都是有罪的人 需要不停的奔跑 否则就会被压扁 最后灵魂使者再次和法官辩解 声称阿贤赚钱 也是为了能让母亲和弟弟过上更好的生活 请求法官网开一面放过阿贤 法官及阿贤这么孝顺 也就放他通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是欺骗地狱 法官查出阿贤生前曾经伪造信件 犯了欺骗狱里的大忌 就在阿贤又要被法官惩罚时 灵魂使者再次找出证据 原来阿贤伪造的这些信件 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牺牲同事的家人 并没有任何恶意 于是阿贤再次通过了第三关 接着阿贤轻松地度过了第四关 补义地狱和第五关背叛地狱 到了第六关暴力地狱时 这里的法官省去了审判的环节 直接就给阿贤定罪了 原因就是阿贤曾经因为和弟弟发生争执 殴打过弟弟 这一条灵魂使者也无法辩解 眼看着阿贤无法顺利投胎 三位灵魂使者恳求法官先别着急给惩罚 希望可以再给阿贤一次机会 和最后一关一起审判 然而到了最后一关 情况却更加糟糕 因为第七关的名字叫做天伦地狱 而阿贤竟然曾经动过伤害自己母亲的心思 在法官的逼迫之下 阿贤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在很久以前 阿贤家里实在是穷困潦倒 为了摆脱这种日子 阿贤想要杀死妈妈也杀死弟弟 最后自杀 好在过程中被弟弟发现 兄弟俩大打出手 随后阿贤一个人拿上行李外出闯荡 多年来拼命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填补自己心中的愧疚 灵魂使者带着这个真相来到了人间 他们找到了阿贤的妈妈 并告诉了妈妈这件事情 妈妈早已泪流满面 她从来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儿子 并且完全没想到会给儿子留下这样的阴影 故事的最后法官们被阿贤和母亲之间的真情俗感动 阿贤得以成功的转世投胎 人人的心中纵然都有魔鬼 但是